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GHG Combs 和大家來到Kent 英倫的後花園 一個古城市叫做Canterbury 一個新樓盤叫做Saxon Fields 發展商是David Wilson Homes 我們正在上斜 這個樓盤也是在斜坡上面 大家看到的房子也是在斜坡上 所以大家選到的時候都要小心 今天我們先和大家去看看 這個Canterbury的市中心 和大家看看周邊環境 事不宜遲 我們先去市中心那邊 我們現在就到一個很漂亮的古城市 Canterbury 在我們最前面的就是Cathedral 這兩個雕塑的後面那座的建築物 其實是一個古修道院 一個這麼有歷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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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去到哪裏 都有一些 很有歷史價值的建築 周圍的那些景色 還有一些樓都很漂亮的 這個就是個修道院 其實裏面也有很多東西看的 這個位置 這個城市大概有五萬五千人口 都算是Canterbury 一個比較大的城市 這個城市 可以說是Canterbury的地標 也有過千齡的歷史 那它的後面呢 其實呢 有一個較出名的思考 叫做King School 就是後面這裏 可以說是後門 那這個 英學校也是一間 即是很受香港家長 歡迎的一間思考來的 那除了前面一間這麼漂亮的 King School之外 那其實 Canterbury還有其他思考 還有另外三間 Grammar School 那當然Grammar School 就有考試 考一個Canstest 聽聞呢 都不是那麼容易考的 不過呢 大家起碼有選擇 可以有 私校也有 可以有Grammar School 也有 我們前面那個 就是那個Cathedral 在這個 King School的隔離就是 其實Canterbury 都是一個很近法國的一個 城市 很多歐洲人 在Predova 下船之後 最近的大城市 就是Canterbury 所以大家 在Canterbury 都會見到 比較多的 歐洲 車牌的車 這個就是 這個的 King School的其中一個入口 是 入到來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 旅遊的聖地 所以大家都見到 其實有很多 旅客 在這裡 拍照 到處遊覽 那 除了旅客之外 其實這裡 都有 租出名的大學 我們看看周圍的景色 就是這個 我們就在市中心裡面 一個 的建築都很特別 很多遊客在這裡 拍照 這個都過百年歷史 攬除了一些比較古舊的建築之外 亦都有一些 就是 新的 建築物 或者 購物商場 那 我們很快就回到屋園這裡 今天 跟大家介紹的 是前面這個 四房燃樓單位 屋形叫做 Brattgate 這個位置 非常之開洋 前面 就是一個 Rittal Park 裡面有超市 我們轉頭 去給大家看看 前面都不會再建任何樓 所以 那個景觀是非常之好 還有 其實都會見到 Canterbury 那個 大教堂 這個在斜坡上面的一個屋園 所以 都有不少的位置 比較斜少少 這個 就是 後花園 我們轉頭 再給大家看看 後花園 裡面是怎樣 那 這個 單位 都是傳統的 紅磚 有個前軟 這個單位 兩層高 這個單位 尺數是 1434尺 我們再過來這邊 看看 這個位置 和隔壁屋 中間距離大概 1米左右 是 這個 這個景 真 正 其實 它 隔壁屋 除了一個 show home 之外 都入了火 上面 也有一個 玻璃位 來的 再看 前軟 都不是 難打理的 好 那 我們現在 先進去 先進去 那 懸崗位 也是 相當之闊的 這個位置 進來之後 前面是 會闊了 那 我們的 左手邊 是有個客廳 前面 就是個廚房 那 我們的 右手邊 有個 的 study 的 我們先看下 下面 這裡 在這個 懸崗位 旁邊 有個 小的 storage 收藏了 寬頻 和 fuse box 這個位置 不太大 可以放一些傘 或者 鞋 都可以 那我們 由右邊 開始 看 這個就是 study 這個 study的窗 以這個 的 比例上 都算是幾大 這個study來計的話 上面那對窗 可以開到的 下面也可以有個窗套的位置 可以按一下 這邊 有一組的電製位 然後另外 這邊又另一組 這個是非常開銳的景 前面基本上是無遮無擋 那這個位置可以放一張書桌 放一個書帶 那甚至乎其實這個 都可以做一間其他人房 那竟是鋪了地毯 還有這邊就是地板 那它的隔壁呢 那是有個樓下的洗手間的 那因為這間屋的中間關係 所以都沒有窗 那上面 有個抽氣線 有個小的升盤 那之後呢 就進來廚房和飯廳這個位置 那進來之前呢 有個玻璃的門 所以很多光可以在前後都可以進來 那這個廚房和飯廳是用盡了整個屋的闊度 那這個是更新的廚房 那這個是更新的廚房來的 那包括了後面有個玻璃的 有個Splash Park 五個的明火煮食爐頭 那上面有個大的七號煙機 那升盤呢 也是挺大和挺深的 那也對著那個花園 那其他配套包括了 又洗碗碟機 那這邊一個都挺大的工作台 又或者呢 可以有兩個位的Burriffus Bar 那它電製位都算是挺多的 那這邊呢 那還有另外一組半 那這邊另外一組的電製的插頭位 兩個焗爐 那這個雪櫃呢 就藏在這裡了 那我們過去的飯廳位之前呢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retail room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已經是提供了一個洗衣機 也都有個乾衣機的位 還可以出回到花園那裏 那這邊還有一個體測器的 那這邊還有其他貴的熱櫥呢 那這邊還有其他貴的熱櫥呢 那這邊還有一個��� 那這邊還有其他貴的熱櫥的東西 那面還有其他貴的熱櫥呢 那這邊還有其他貴的熱櫥呢 還有呢 還有呢 也有個ray data的 那也有個ray data 那些什麼 那些收納的 以及也有ray data 接著就看看這個鏡子 飯廳位 非常之闊落 還有很多光進來 我們見過的Broadkey示範單位 這邊會放一張梳化 也會放一個電視 電視插頭就是這裡 個人很喜歡一個廚房 用盡整個房間的闊度 甚至可以做一個小的天廳 英國人一般來計算是farmly area 這邊的落地玻璃超大 左右兩邊有窗可以開到 趁這個時候我們也出去花園看看 因為花園本身比較斜 所以它就分開了做兩層 出來花園之後 大家會見到 這邊已經鋪了地磚 再看看房子的外貌 這個位置 剛才也提過 是一個比較斜坡上面建 所以這個花園都是分開了兩層 我們現在上面比較高一點 再看看房子的外表 其實隔壁那兩個單位 應該都已經放了 以及已經入住了 很明顯 很明顯 將花園分開兩層 令到斜坡的位置會少了很多 亦都令到花園 是會平很多 實用很多 看回 其實私隱度都不差 只有前面那個窗 是會看到這個花園 再看看這一邊 其實這個位置都幾闊 原來 這扇門就是去到 Utility Room那裡 這扇門就是去到 前院的位置 大家可能會問一下 這個泊車的位置在哪 我們稍後再跟大家去看看 泊車的位置 已經鋪了草皮 我都覺得幾好的 其實我會寧願是這樣分開 這邊也有一個水龍頭的位置 外面 看到拍的白色那些 是一些鹽來的 是一些新樓 都很正常的現象 看完這個花園之後 又回到一間屋 這邊有一個 在門的附近 另一個是這個位置 第三個 就是一隻窗的下面 所以 只有這個 廚房連飯廳位 也有三個 燃燃器 我們過去看客廳之前 這個位置也有個 樓下的Storage 收藏了 樓梯底這個位置 都幾深的 去到最盡 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 客廳 這個尺寸 尺寸 也算是幾寬 還有我喜歡 有一個大的窗 這邊的窗 還有四個窗 可以開到 我們的 右手邊 這兩隻 還有左手邊 開個窗 開個窗 難免會聽到多小的車聲 但就不算叫做好吵那種 好 好 回到這個位置 這邊 在房子中間的位置 有 一個 燃燃器 這邊一組的電製 接著 來到這一邊 也有電視的位置 加上寬頻 兩組的電製插頭 這邊也有一個 充電器 第三組的電製 就是這邊 所以電製的位置 都分得幾十 所以大家 如無以外 這個位置 都是放一個電視機的位置 跟著這邊 把L字形的梳法 跟著這邊 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 reading corner 都可以 已經鋪了地毯了 整個屋 屋子已經完全 整好 還有這個門 也有玻璃 可以透過一些光 進來 看完樓下之後 我們就上樓上了 上來的時候 這個是直接對著 洗手間的窗 所以好像這樣 如果是開了這隻門的話 其實可以有很多光 會透進來中間這個位置 那我們的左右兩邊 各有兩間房 我們先由我們的左手邊看起來 那這間是其中一間的雙人房 也挺大 可以看看景 一個非常開眼的景 那這些車廂哪裡來的呢 就是我們右手邊 A2的公路 其實距離不算算很近 但是呢 都會聽到少少車廂 而且如果下倫敦的話 A2真的很方便 一出去整個 其實大家 都差不多可以見到 就是前面 那個 手小起角的位置 其實那裡已經是一個 Retal Park 來的了 所以這裡走距離也算是很近 那這間房 預了這個位置 套進去 也是會做回 入場的衣櫃的位置 就算不標籤衣櫃也好 也可以把衣櫃也收到 那我們的 右手邊這裡 都預算是床頭 床尾就是這個位置 那它和隔離房間之間 會有一個Storage 那這間也是另一間雙人房 那這邊呢 都是套進去 但是這邊有一個 電製的插頭位 而這間房 另一邊 這邊也有一個位套進去 但是這邊就沒有一個 電製插頭位 所以這個呢 都比較適合 用來整個衣櫃的位置 而床頭的位置 就最適合放在這裏 這窗都是相當之大的 那如果 這個位置 可能整張書桌 或者 甚至乎 放一個小的衣櫃 那也都會 令到窗的比例上 感覺會大了 就看看外面的景 那裡面就算有些 單位是 看得比較正一點 但是中間都隔了一個不算小的距離 然後呢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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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鋪好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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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地板 有大的窗 窗戴優位 可以擠東西 而這邊呢 是做了半磚 這個 都是一個standard 這邊有個 這裏 這邊是做了半磚的 那上面就是抽氣線 升盤的大小也是適中 也算是偏大那一種 先關門 這個位置也是相當寬 而它的隔離 就是另一間 都可以雙人房 可以在這邊 設置一個衣櫃的位置 而床頭 最理想的就是我們的 右邊 就算放在左邊 都可以的 但就未必會三邊下到床了 那景方面呢 也是相當之 先導相當之高 因為對面的樓 就是Skylight 通常比較高一點 都不會特地的 在上面這樣 無錄 到最後呢 就看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有兩邊窗 而主人房最適合衣櫃的位置 就是我們前面這個 看到這個位置 可以收起 一個 正常衣櫃的位置 那這邊的窗 可以開到的 那雖然說正正對著 是沒有什麼景 但是呢 那一隻窗 都會令到空氣流通 是好很多 而來到這邊呢 就是看回前一個這麼開陽的景 那再看一下外面的景 我發覺呢 我的麥克風都相當吸音的 實際上呢 不是真的好像 片裏那麼大聲 有一點點的車聲 在背景上 始終這個是 屋遠一個比較 外圍的位置 而這邊呢 有一個 on suite on suite 這裏呢 是做了一個半磚的了 也有一個 毛巾架 那毛巾架的位置也不錯 那這裏呢 也有一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小的櫃 來做的 那上面有 抽氣線 那這邊呢 有一個 大的 寬新的 那種的 棋缸的位置 那我個人呢都幾喜歡這個 Broadcase的屋形的 那首先 它兩個的浴室 都有窗 那還有 四間房 那個的size 都算是幾平均 那當然是 有一間是大一點的 那但是 其實全部都是雙用房 還要是 不是僅僅雙用房的 而是真的 寬新的那種雙用房 那還有 它的 飯廳位 和廚房位 真是很正 有一個 這麼大的落地玻璃 那還要是用了全家屋的闊度 那 相信這個也是比較適合香港人 那個 居住的方式 另一個環境 可以全家人在這裏 一起吃飯 甚至乎看電視 洗會員的時候 也都 可以大家在同一個 的 空間裡 做事 那這個單位的放售價是 五四九九九九五 就是 五百五十幾 左右 那如果大家 是 喜歡這一種 的屋的話 那這個 都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來的 那除此之外 其實同一個屋院裡面 都還有其他的單位 那包括了 三房 四房 兩房都有 那大家 可以 看我們的 銷售團隊查詢 現在賣樓的 最新狀況 那我們現在身處 就是在 泊車的位 那這個單位有兩個 泊車位的 一個就是正正我們 看到這個 的 carport的位 另一個正正在前面 這個泊車位 這裏呢 就看回房間的 花園的位 這條路呢 就是剛才我們 走過來 看到 對 在左手邊那間 那就是 今天介紹這個單位 所以泊車之後 穿過 這道門呢 去回 廚房的位 那隔壁呢 那隔壁呢 那個單位 亦都是放售的 我們鏡頭前面 中間這個 那是一個 的兩房的 freehold的 coach house 那很少有freehold的 coach house 那我們 遲下的一篇 介紹回 這一種的單位 那這種單位呢 那是適合 一些投資客 又或者是 未有小朋友 那種的 買家 那其實都是二至頭 就已經有的了 兩房七百多呎的單位 那轉過來呢 那大家會見到 那這邊就是地盤的入口位 這裏下面 下回去呢 那就是屋苑的 正門那個位 那前面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那再看一看 那一個 的蓄水池 可以說 那再看回這一邊 那如果大家喜歡 我們今天介紹 這個屋形的話 其實還有選擇的 那暫時未放出來了 那但是 在我們鏡頭 正中間的這個單位呢 都是broadgates來的 那車位正在它的旁邊 那它 都是一間的獨立屋 那看著的 那都是一個 開陽的位 那它旁邊呢 那有另一個 的四房單位 屋形 是Avondale 那現在是 有放售的 那價錢 是 599 995 那只是給我們今天 介紹的單位 大概 50呎左右 那但是就要 多大概 50K 那所以我們今天 介紹的單位 其實性價比不錯的 那都是一間 獨立屋來的 那這邊呢 都有幾隻窗 那花園呢 那在正渠的後面 那看看外面的周邊環境 那其實 在這個 那邊走呢 走大概 十分鐘應該都不用了 應該都 差不多可以看到了 白色那些 的位 那 前面 那附近呢 那就是已經是 Retail Park 那裡面有一間大的 Morrisons 還有很多其他的店 那其實屋苑附近 都有巴士站的 在那些民居那裏 那要視乎 實際上你 住的位置在哪裏 那再不是的話 去到那個 Retail Park 也有Parking Ride 那剛才看過 那這裡有一間大的Morrisons 走過來都是幾分鐘的事 那除了Morrisons之外呢 那這裡旁邊 也都有 一間叫做Hobbycraft 的 賣手工藝的 店 也有Boost 那其實去到另一邊 也有間B&M的家具用品中心 的 那所以大家要趕買一些 家庭用品的話 就很方便了 那一場來到 都和大家進去超市 看看 那裏面呢 也有間的 Pharmacy的 有間藥房 那其實都幾大廈的 那還有呢 最重要是什麼 還有肉檔 還有一些新鮮的海鮮賣 大家看一下海鮮 都幾多種類的 一小龍蝦都有 三文魚啊 蝦大致這些都不會少得去哪裏 那其他菜啊 和肉的選擇呢 都是非常之多的 我們就現在上了斜坡這裏 那可以遠望回市中心的環境 那前面那個就是Cathedral 那個大教堂 那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其實就是 剛才在西斯坡那裡提過的 已經建好左樓的位置 那在這裏呢 也有些兒童遊樂場所的 那有些傻滑梯啊 有些城網啊 那應該都是方便的好地方 對啦 這些已經是 入了火 建好了的位置 那好啦 那這次跟大家介紹這個樓盤 到這裏為止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如果大家想透過英國度租樓 買樓裝修 甚至乎買樓呢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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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